哈喽各位好我是阿圆 歡迎來到阿圆的理財系列 那在看影片之前請先幫忙按讚訂閱阿圆的生活理財 讓我有動力持續製作 今天的重點就是由封金的鼓勵公佈了 如果殖利率要達到5%以上 他的合理價格 是多少 阿圆待會會算給你看 他的5%假正殖利率要5%以上合理價格要多少 那我們先進入主題吧 好有封金2890他終於公佈 鼓勵了 董事會在24日通過配發 每股0.6元的現金鼓勵及0.2元的股票鼓勵合計鼓勵為0.8元 但是相較於去年的話去年是被0.8元的現金鼓勵及0.1元的股票鼓勵合計0.9元所以有率低一點點 大概率低 可是我覺得應該還可以接受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我以現金殖利率來說的話 3月24日收盤加16.4元去計算 大概殖利率13.658% 那股票鼓勵是0.2元 股票的殖利率為0.2元除以16.4元大概就1.21% 那算下來是多少呢 股票的殖利率加上現金的殖利率合計是4.868% 這是 目前 我覺得 以金控 股來講的話 以銀行的裡面的金控股來講的話 它的殖利率算高的 4.8%算高 假設以中信金真的要發1.1%的話那當然是中信金的5% 殖利率 比較高了 但是 永豐金 4.8%我覺得算OK了 已經以金控股來講的話算不錯了 好那我們來看另外一個重點 股東會定於5月24日召開 那3月26日到5月24日就停止過目 那這個重點在於哪裡呢 5月24日要召開股東會 也就是一個月前 也就是4月底的時候 他會 發 股東會的通知單 也就是在那時候你就可以 4月底的時候可以換 股東紀念品啊 好那永豐金公佈之後呢 2022年的稅後盈余是 159.61億元 每股稅後盈余是1.4元 那依照3月份完成的現金整值7.5億來算的話 他盈余配法有達到61%也就是 他還是保持著配法率在6成以上的目標 一樣因為他有賺錢所以不需要動到資本 攻擊去維持文件的利率 我相信未來他應該是 就是如此 因為目前 他雖然是金控 但是他又平效於銀行 那銀行目前的利率 有提高所以相對的他的銀行的收入就會增加 所以他的 營收應該是會逐月 逐月再往上走 大概是這樣子 那阿雲呢在3月份 一樣 在之前也是有去認購 用豐金 我去認購有豐金他的購買價是15元 我有去認購15元真的很低 15元真的很低 但是為什麼那時候阿雲講說不要去 去申購 其實就是 我的想法是抽不到 阿抽到的話當然你要賭去抽也是可以 我沒有說真的不行 但是 你看嘛他是3月20日才發 才發券出來 那你那麼長的時間你真的認為 他的股價會往上走嗎 其實不一定阿 你看當時是 申購的時候他的 股票那時候的 價位實在是七塊錢 那等到3月20號的時候好像掉到了15點 多吧 15點9還15點85 忘了 就掉了那麼低然後你 你覺得你要拿這五張然後再拿去賣 其實 跟當時他在申購事件的時候的股價其實已經差了一塊錢 有 所以基本上還是 他還是有風險存在啦 只是萬一你 萬一你申購的時候發券回來撥券當日 是低於那個 他的成效價格的時候怎麼辦 或者是 不要講低於好了 通常 應該不太 不太有機會低於 假設稍微 我賺了幾百塊錢 我只是一兩千塊 你捨得賣嗎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下次再討論 我們先回到主題 殖利率要達到5%以上 股價要到多少呢 5%以上殖利率要達到多少 那應該要買是什麼價位 才合理 以股票 以股票鼓勵0.2元 股票殖利率 賺起來就是 1.2% 那要 15% 扣掉1.2% 就是 現金殖利率要拉到3.79% 才能達到整體的5%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以現金發 0.6元來看的話 我算出來 它的價位是15.8元 那殖利率就會來到3.797% 那就剛好 15.8元 落在3.797%的話 也就是可以達到5%以上 所以當股價 落在15.8%以下的話 那整體殖利率 就可以達到5%以上 所以 所以呢 好 那 假設股價落在15.8元 我記得 像 之前我接近15.85啦 15.9 其實就 就已經很接近5% 好 那 今天的 影片就到這邊啦 記得歡迎 訂閱 還有 我的頻道 還有按讚這部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